昨天看完首映後的一些感覺 哎呀哎呀這是蘋果 Apple 來 老實說其實我覺得 我昨天看完首映之後 比我第一次看還要正經耶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螢幕比較大 然後又有 昨天是七百多人嗎 對八百八百 八百多人一起看 我覺得那感覺其實非常的震撼 對 對 對 其實昨天看完是真的蠻感動的 然後讓我們想起很多 當時在高雄拍攝的場景 所以很心裡是非常的感動 很激動 是 就是很很一樣很生氣啊 但是他也覺得很快 然後感受得出來他也蠻開心的 感覺聽我很開心 對 所以我昨天看完的時候其實就感受到有 八百雙很不友善的眼神在看著我 然後回去了家裡的時候 然後 家人們有些可以接受 有些不能接受 所以就覺得還蠻 蠻特別的這樣 其實昨天比較不一樣就是我 我家人我媽媽阿姨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作品 這樣子 然後他們看其實一開始還蠻緊張 因為怕我會可能沒有表現得很好 怎樣 可是之後他們看完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媽還掉淚 我覺得這樣就足夠了 對 那你們今天情人節好像要怎麼過 今天情人節就是滿滿的工作 也別想著怎麼過了啊各位 今天就是還是要馬力全開的 今天是上令日非常非常重要 還是要呼籲大家歡迎來電影院看鬥魚 情人節我們陪你 那那個紅線今天是要去開球 對 然後有緊張 有一點 因為 我沒有投過棒球 我很怕會 欸那個是什麼事 爆頭 爆頭 喔喔喔喔喔 對 這是還蠻緊張的啦 那我們店裡面的 紅線歡迎家 林輝環說其實紅線 開球要出行 嗯 我覺得 姿勢跟什麼 其實我覺得其次 主要是在於暖身 因為真的暖身要做好才不會受傷 這樣子 所以就 沒關係 安心的投 反正到時候他們會先教你怎麼投 反正記得暖身 好就好 謝謝 謝謝